哈囉大家好 我是Una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是 上次吃過的黑寶 這次要來吃紅寶 它是辣醬脆皮紅寶 我們就來吃看看吧 先把它開來 這個醬好香喔 那個墨士哥辣醬 它要好大一套起司在這 這個起司 它要長這樣 來試吃看看吧 先吃它的麵包 來上次黑寶麵包 沒有味道 這應該也不會有味道 這只是有顏色的 沒味道 這是一般的麵包 來吃麵包 番茄 我覺得它很普通欸 就 如果跟黑寶比起來的話 我比較喜歡黑寶 紅寶的話 它的那個醬啊 很香 可是 吃下去的時候就是 就有鹹跟辣 沒有其他的味道 然後 起司 吃不出來起司的味道 因為醬的味道太 太重了 蓋鍋那個 所以起司其實是沒什麼 比起就是紅寶跟黑寶比的話 我比較喜歡黑寶 紅寶的話 黑寶大概是 就是 如果一到十分的話 黑寶大概是 七分左右 紅寶大概就是六分 就那種概念 再這樣 裡面 我對它的辣醬很有期待 可是它的辣醬吃起來好像就 還好 沒有特別讓你驚豔的感覺 就還行 普通 但沒有特別好吃 可是它的那個 辣 我覺得 它聞起來 我知道 它聞起來有點像沙沙醬 可是它沒有沙沙醬的味道 就是只有辣辣跟鹹的味道 如果換成沙沙醬跟 跟那個辣醬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 然後它的雞腿排 吃起來就 就 就跟一般的雞腿排一樣 對 所以的話 我覺得 黑寶獲勝 你們覺得呢 你們吃過了嗎 你們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們覺得黑寶比較好吃 還是 紅寶比較好吃 我個人是覺得黑寶比較好吃 好 我們來總結一下心得 其實前面應該都講過 我覺得紅寶跟黑寶的話呢 黑寶比較好吃 然後紅寶就 然後 略勝一種 就是普通 沒有到難吃 但是 然後 我覺得黑寶的那個 醬很好吃 那個 起司醬 我一開始一直以為是那個 凱撒醬 然後結果 它其實是起司醬 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紅寶的部分的話呢 我覺得它的那個辣醬 很香 可是那個辣醬裡面的味道就只有 鹹跟辣 沒有其他 然後 起司的話 我覺得沒什麼 吃不出有什麼起司 你有看到 但是沒有吃出來 然後雞腿排的話 就是那個五股雞腿排 然後 麵包的部分呢 就是麵包其實都一樣 就只是 一個是加墨魚 一個是加甜菜 然後去做色素 對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訂閱 按讚 記得按下按鈴鐺喔 期待下次見 掰掰 怎麼辦 我覺得今天的影片好短 那也 這樣啦 掰